各位, 昨天說到雲子羅將在古廟裡的遭遇 就從頭到尾說了給林無雙知道 林無雙聽完之後他問 雲姐姐, 那某大俠呢? 聽說他也來了, 為甚麼不見他? 雲子羅問 你…你怎麼知道他來了? 是這樣的, 我們有一小隊受了輕傷的弟兄 在回來小金村的路上被青軍襲擊 幸好茂大俠剛好經過, 他拔刀傷了, 幫他們殺出重圍 其中兩個受傷比較重的茂大俠 還跟他們敷了金倉藥 雲子羅自言自語地說, 他真的來了? 他沒有說過要來的, 不過我知道他會來的 林無雙說 茂大俠現在可能已經到了小金村了 不過, 或者他去了東邊戰場幫流礦也不頂 雲子羅一聽見, 謀場風來了, 心就很亂 他說, 茂大俠, 照料孟大哥的事, 就唯有老犯你了 你一個人送他回去, 會不會有危險? 林無雙說, 現在雙方的兵力都集中在東邊戰場了 這一帶沒有什麼敵兵了 我想大概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不過雲姐姐, 你… 雲子羅嘆了口氣說 我想, 我現在應該走了 林無雙以為他是心急要見茂長風 於是就說, 好呀, 你放心去吧 但願你們早日相見, 等打完勝仗 我們再在小金村的慶公宴上見面吧 雲子羅聽完之後在心裡說 你們放在慶公宴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來了 雲子羅走了幾步 他突然又回來了 無雙, 有一件事 差點忘了跟你說 什麼事? 孟大哥醒了 你就千萬不要跟他說你見過我 就當你找到他就算了 為什麼? 我只是想他專心養傷 什麼事都不要掛心 我這次去, 自己也不知道還會不會回來 他如果問起我 你就說什麼都不知道就可以了 林無雙知道東邊戰場的戰鬥是會很激烈的 雲子羅去找茂長風也一定會遇到很多風險 於是他就安慰他說 雲姐姐 不就說了些不勵事的話 你會平安回來的 雲子羅苦笑了一下嗎? 回來了當然最好 不過你一定要答應我 林無雙雖然覺得他這個要求有點奇怪 但他還是點了頭 好, 我答應你就是了 好, 那我就走了 孟大哥就交給你了 你放心吧, 雲姐姐 我會照顧好他的 這時候, 孟元朝還沒醒 或者他正在做好夢 陶醉在雲子羅對他的夢裡的有情 但雲子羅已經是一步一步離開了他 悲莫悲於生別離 雲子羅一步一步離開了孟元朝 他落了狠心 不再轉頭望了 山盟海誓都如水月鏡花 物以幼情, 進乎荒煙落召 古人說, 黯然蕭雲為別而矣 雲子羅這時候又一次經歷了黯然蕭雲的滋味 他心裡深藏的悲痛 恐怕還不止黯然蕭雲 雲子羅的背影慢慢走遠了 終於消失了 臨無雙目送他的背影 不過打了冷震 他心裡覺得有一種寒意 少女的心靈是特別敏感的 雲子羅雖然沒有轉頭 但是他也感覺到雲子羅在離去的時候 那份悲痛的心情 好像看見他滿眼都是淚水 雲姐姐其實是很愛孟大哥的 為什麼他又要和茂長鋒好呢 難道他這樣還是為了我 臨無雙不敢思潮起伏 心中一片亡言 不知不覺 天就慢慢光 有一陣神風吹過來 臨無雙精神一陣 他後面要看出孟元昭 見到他蒼白的臉上已經有血色 不過他還沒醒 臨無雙就在附近撿了些乾柴 透著了火 然後就用孟元昭的軍用水壺 在山溪裡裝了半壺清水 就拿了一支露山芯出來 用把劍切碎了 放進水壺裡 他要煲些心湯給孟元昭喝 跟著一會兒 雅元昭爆了 林無雙就把他的耳朵貼上去聽 只聽見孟元超迷迷糊糊地說 子羅, 子羅, 你不要走 林無雙嚇了一跳 他怎麼知道雲姐姐已經走了呢? 他仔細看看, 孟元超雙眼還沒有張開 他是發開口夢的 林無雙不禁一陣心酸 他抱著孟元超小聲說 孟大哥, 你醒醒, 你醒醒 孟元超朦朦朦朦朦地張開雙眼 然後他就抓緊林無雙的手說 子羅, 子羅, 原來你還在我身邊 林無雙說 孟大哥, 你醒醒吧, 我是無雙 孟元超清醒之後 他有點慚愧地說 孟相, 原來是你 子羅呢? 孟大哥, 你醒醒吧 孟姐姐, 孟姐姐哪在那裡? 孟哥, 那就奇怪了 剛才她明明是在我身邊唱歌的 怎麼不見了她呢? 那你來的時候… 我來的時候, 就看到你一個人躺在這裡 不見了孟姐姐 喔, 難道… 難道是我做夢? 孟大哥, 我在這裡陪了你一整晚了 或者是孟姐姐曾經來過 不過我不知道 現在大家都在這裡打仗 恐怕很難找到她了 她如果真的來過 我一定會幫你找到她的 孟元超看見林無雙面上有淚痕 她就很內疚地說 喔, 孟相 或者真的我做夢也不成 你說得對 大家都在這裡打仗 什麼事都留著打完仗才說 對了, 這場仗 現在打得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自己暈了多久了 林無雙說 你打的這場伏擊戰贏了 劉礦那邊按照計劃 大概都在這裡打了 唉…可惜我受了傷 沒有份打這場大仗了 孟大哥,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沒有殘燒 現在你最要緊的就是養好傷 你先喝這壺心湯 啊…心湯? 怎麼會有心湯的? 是阿冷大哥和你準備的 我來找你的時候 他給了一支老山心給我 我是用你的水壺煲的 啊…好…好…我去喝 孟元朝喝完心湯之後他跟著說 無雙, 你…你扶我上去高的地方 看看吧 哦…無雙, 你看那邊 那邊…那邊好像有火光一樣 我看不見火光, 怕是朝霞染紅了雲彩了吧 那邊…是不是我們… 準備殲滅敵人的主戰場 是啊…方向就是對的 不過東戰場來我們這裡 起碼有七八十里路那麼遠的 那我就算沒有受傷 今天也恐怕去不了那裡了 無雙, 你再看清楚一點 是不是火光來了 哦…我還好像聽見…聽見屍殺的聲音 是你的幻覺而已 啊…是風聲來了 那邊的火光也看不見了 又怎麼聽見屍殺聲呢 是你的幻覺而已 孟元朝的精神一陣他說 哦…無雙, 我們馬上回去吧 你能走動嗎 我慢慢走的 就算趕不去戰場 見到自己人 這樣問一下戰場的消息也好 是不是 於是臨無雙就扶著孟元朝 一步一步走下山江 孟元朝想起正在和敵人決戰的戰友 他覺得很興奮 但是在興奮之中 也帶有一絲的恐懼 他對勝利是很有信心的 但是能不能再見到雲子羅呢 他就沒有信心 他心想 難道昨晚我見到子羅 是我發懵 不會…不會 子羅他一定還在小金村 你為什麼要避開我呢 各位 剛才孟元朝他沒猜錯 東邊的天洪曬的不是朝霞 是一場大火來的 這場大火就是小金村的義軍用火來攻清軍 且說這陣子 清兵被圍困在一條右窄右牆的山谷裡 山口已經被山上滑下來的大木頭塞死了 很多火龍從天異光 是義軍在山頂拋下來的 這些火龍是一束一束燒著的蟲子 這個山谷地形很奇特 好像是被一把以天的長劍 把整座高山在中間砍開了 千萬年來 無數次山洪漲退衝出來的深溝 就變成了今天中環交錯的谷道 谷道兩邊的石壁伸展出來的樹丫 生得密密麻麻 在谷底幾乎長年都見不到天日 這陣子只見谷底裡的黑煙衝天而起 風座火勢 那些樹枝燒得霹靂啪啪啪啪啪啪 谷底就快變成一片火海了 清兵的統帥黃洞臣發誓 恐嚇士兵說 快點和我衝上山 誰怕死我就殺死誰 冷鐵條又大聲對清兵說 想保住這條命就放下兵器 舉起手走上來 我們就不殺你們了 即時有很多清兵 劈力啪啪啪掉下刀槍 舉起兩隻手 就走去義軍指定的地方 連黃總兵身邊的幾個親兵也這樣做 黃洞臣生生氣了 他劈死了兩個親兵 他還想再殺的時候 其餘的親兵就收回兵器說 大人 你要跟皇上賣命是你自己的事 我們只是想保住這條命 你殺我們 我們就要跟你博國了 黃洞臣見到眾路難犯 又見大勢已去 唯有自己不理那麼多 落荒而逃 他就找了個火勢沒那麼大的地方 就扔了出去 這個時候有個人大聲一聲說 你這個狗奴才你還想扔? 這個人就是劉礦麗 劉礦最近他說 你以為你寧死不屈 就算是英雄好漢了 你是為誰效忠? 為誰送死? 你現在回頭未晚 好好想想吧 從來沒有人對黃洞臣這樣說過 他心想 食君之路 這是自古傳下來的聖言教訓 難道我要做一個忠臣反而有錯? 不過 他忠於皇上的觀念 一時很難改得到 於是他就說了 你妖言惑眾 你我聽你說 別管 黃某中了你們的詭計 唯有一死以暴君恩 何足拒絕去看刀 劉礦說 好 你既然執迷不悟 那我就成全你了 他說完 一劍將黃洞臣的大刀撥開了 這個黃洞臣是沒有進士出身的 衝鋒陷陣 也算是一件猛將來 但是說到武功 和劉礦就差得遠了 何況 不過是三天前 在葫蘆谷打過一仗 他還受了傷 只見劉礦劍走兄令 不過幾個回合 就刺中了黃洞臣的虎口 興胖的聲音 他說大刀就脫手落地了 劉礦輕輸完備 馬上就把黃洞臣生琴過來 劉礦把黃洞臣拋起來說 是你帶兵來打我們的 那就別怪我們手段狠毒了 這樣他把黃洞臣拋上拋下 劉礦繼續說 你看看下面的火 要不然我們放開一條生路 你的暴下都要化成飛灰 知道你還是至死不悟 還要為你們的皇帝賣名 好呀 你要做皇帝的忠實 我就成全你把你拋下去 黃洞臣的味道生死關頭 口就硬了 但一聽見劉礦說要把他拋下去 他沒有了 連自己的身份都不顧了 大喊 要命呀 就在這個時候 有個軍官在山咬轉彎的地方 他突然衝出來 他一掌向劉礦劈過去 跟著伸開手 就把黃洞臣接住了 劉礦他沒有防備 想不到突然會遇到一個本事這麼高的人 居然一招就把他在手上把黃洞臣搶過去 他不禁嚇了一條 那個軍官全面都是血 劉礦接了他一招 我已經知道他是誰 好啊 原來是你 話又沒了 那個軍官已經放下了黃總兵 拔出把劍一招龍門三鼓浪 就向劉礦刺過來了 他這一招龍門三鼓浪是招裡藏招 色中吐色的 一招三色裏面穩藏著三重的力度 在他全力施展底下 真是好像天風海雨逼人來 劉礦使出雲身的本事來招架 那個軍官知道對方遲早都會有救兵來的 他一定要速戰速決 於是他就搶先了佔了有利的地勢 居高臨下 猛地出險招 只見一團灰影撲下來 劍光一閃 就好像一條長紅般橫空掠過 閃電地向劉礦攔腰跌斬 劉礦站在低的地方 他很被動 劉礦還走一支橫架金樑 撐一聲兩劍相交 那個軍官一個倒踢腿 只見他雙腳踏著岩石一仰 再一推 劍礦站不穩就滾到山坡 那個軍官也失了重心 他還似著自己輕功好 在半空中一個妖子翻身站在地上 大火正向上燒上來 劍礦再滾下去就會跌入火海裡 劍礦好 他出力使出大力櫻爪弓 十指插進泥裡 這樣才沒有滾下去 接著他一個鯉魚打醒就站起來 只見那個軍官已經拖著黃洞臣走了 劉礦不理三七二十一 就跟著追過去了 這時候武端和武莊兩兄妹都跑過來了 武莊問 劉太匡 你追誰 劉礦說 一個是黃洞臣 還有一個是殺死你們父母的仇人 北公王 武莊說 好啊 我們今天一定要報這個大手 武端說 他們跑不掉 武端說完 一支響箭 一聲射上天空 山頂的義軍 他就馬上分了部分人下山來接應 黃洞臣剛才被劉礦拋上 拋下就拋到頭暈眼花 他走了沒多遠 他傷口又是裂開 他走不動了 他說 我…我不行了 你…你… 那個軍官一咬牙說 打起精神吧 勝敗兵家上司 你想死也不行了 皇上還要你大罪立功嗎 他說完 一手斥起黃洞臣 劫著他就繼續跑了 北公說他本事真是高了 他劫著一個人在懸崖峭壁上面 居然還行走如飛 義軍那些弓箭射過來 也被他用把劍打落了 他走上了懸崖 那個軍官突然發現一條絕路來的 他四處看了一下 前面沒有去路 下面就是山谷 山谷裡面已經變成火海了 黃洞臣他面臨絕境 怕得心都離開了 他求那個軍官說 北公大人 你放下我吧 以你這樣的絕世武功 沒有了我拖累你 你會撿回一條命 你不要管我吧 但是那個軍官就不答應 他將黃洞臣劫緊說 黃總兵 你別想太多了 皇上還要用你的 今天我們只能夠生就同生 死就同死 他們以為我走不掉 你看著吧 他講完一咬牙關 劫著黃洞臣雙腳在懸崖邊一人 好像一支箭就飛了出去 各位 北公看他跳不跳得過對面的懸崖呢 好,明天再說